那么凯莉和Kellery Health是美国一家服务网络科技营销公司做的分布式跨境电商 那么在凯莉我们致力于推动个人和家庭的健康与幸福 Kellery Health依托团队创始的科研背景和产业链实体 融合短路径品牌供应链 建立分布式跨境电商平台 为全球用户输送高品质甚至酿不充饥 Kellery Health创造长期主义平衡共生的品牌价值观理念 延续了抗衰老的临床研究与科学精神 创立抗衰老使细胞健康的品牌理念 专注细胞及抗衰老的品牌产品研发与实践 那么我们的企业使命是一挑战为使命和您一起创造奇迹 而我们的企业愿景是成为一家受人尊敬的行业领先公司 那么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来自洛杉矶的四星钻石总裁 Tony徐老师为我们进行演讲 那么众所周知 Tony徐老师曾经是国内经营的著名的企业家 被誉为深圳的龙开大王 他的业务在国内覆盖了全国的17个城市 作为深圳的优秀经营企业家 曾获得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2000年移民美国后 在洛杉矶经营非常著名的零所餐厅 那么徐总也是非常著名的 洛杉矶社会的活动家 为民共良胆 举办了多场目中的活动 为华人行政供占了那么多 那么徐总在早年间 已经在传统行业区域非常不俗的景气 已经成为了一名受人尊重的企业家 那么徐总非常善于打破传统思维 突破自我 当他看到了这个行业的崛起的时候 他从不幸置疑到观察探究 最后决定全身性的投入 投入到我们这个网络营销行业当中 那么事实证明徐总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 他以极强的洞察力和极强的沟通能力 成为了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团队领导人之一 那么事实见证了徐总和我们的发展 在本周北美时间的时候呢 方尼总裁也陪我们一起见证了凯利在上海建博会的精彩现场 那么今天他教会为大家分享凯利平台的五大优势 现在我叫方尼总教您我们的实践 好 这个 全球的凯利家人们 大家现在好 这个 我今天呢 想把我自己 在加盟凯利之后 这一段时间之 这一段时间以来 自己的看见 自己的思考 以及这个经验的这个累积 想给大家做一个汇报 那么我今天非常的主题呢 是凯利平台的 那个五大优势 我们大家都知道 选择大于努力 选择不动 努力白费 但是如何选择啊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选择呢 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个呢 是方向的选择 我们所选择的 大健康 跨境电商 或者说平台经济 或者叫分享经济 这是我们所选择的方向 在未来我们所能看到的 五十年 这个方向 它都不会衰落 所以说 方向的选择 非常的重要 第二个呢 就是平台的选择 这又是最难的 我们如何选择平台呢 其实有两个方面 要么 凭借自己的经验 比如说 你对这个行业 非常熟悉 你对行业的 里里外外 上上下下 包括产品 包括制度 包括实力 包括团队 等等 人的方面 做一个全面的 深入的了解之后 你可以做一个结论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借别人的智慧 借那些个 比我们优秀的 多得多的人的智慧 我当初选择凯利 就是借助了 比我优秀的 多得多的人 他们的智慧 来帮我做的决定 你比如说 李嘉诚旗下的去生死 他的科学家疼不 你比如说 偷富的CEO 他的投资的参与 你比如说 戴尔电脑的财务长 他的参与 所以说 由于这些 比我优秀的 多得多的人 都选择了凯利 那我 还有什么好疑惑的呢 所以说 借助别人的智慧 说明我们自己 也是有智慧的人 那么今天呢 就重点讲一讲 凯利平台的五大优势 这五大优势 也是我 这个加盟这七八个月以来 深度思考的一个结果 第一个优势呢 就是我们凯利平台 虽然很新 但是呢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我们出身好美 也就是说 凯利公司虽然很新 但是他的母公司 博弈公司 那可了不定 十七年的业界的经验 即研发 生产 销售 与一体 具体表现在 哪几个方面呢 比如说 不论你是知道 还是不知道 第一 科医公司 有五千多个专利配方 这在保健面生产行业 可是屈指可数的 你想想看 一个企业 十七年的累积 加工生产研发 之所以有十七年的累积 才会有这些专利的 方面的优势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是 由于他有一百六十多个 品牌的合作商 所以说我们很显然 可以看得出来 科医公司 其实是可以完全把握 这个保健品市场的方向 你想想看 那么多的品牌合作商 加工什么 生产什么 有没有重复的订单 其实就已经告诉了我们 这个产品的市场的方向 在哪里 第三个呢 就是我曾经所介绍到 我们有那么多的知名的企业 来参与合作 有那么多的知名的 优秀的企业家 参与投资 你想 我们不是豪美 谁是豪美 第四个呢 就是我们大家刚刚所接触到的 或者聆听到的 中国第四届进口博览会 进口博览会 代表着中国 在进口方面 外贸最高的一个水平 它的门槛之高 要求之高 规格之高 那不是一般的企业 可以参与的 博弈公司 协同凯利 能够参与其中 请问 我们这样的企业 它能是一般的企业吗 所以来说 进口博览会的背书 也告诉了我们 凯利出身豪美 第五的 就是我们目前公司 刚刚推出的 双十一的营销活动 力道之大 反正之前 都没有见过 未来有没有 我也不知道 我们有很多的伙伴 计算过它的成本 基本上 你花了三千块钱 但是你享受的 价值 已经远远超过 你的付出的本身 所以来说 有这么有实力的 这个性价比的产品的推出 活动的推出 我后面还会谈到 只能说明一点 就是这个公司 它有实力 所以说 第一个优势就是 我们凯利公司 出身豪美 那么第二个优势是什么 就是我们真正做到 在产品方面 人无我有 人有我忧 我们大家都知道 青气片 这个紫檀奇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第二代百里面群 可谓是独固天下 这是全世界 唯一的 两个产品 而且这两个产品的组合 要是在这些医学专家 保健所专家的面前 那可是非常了不定 我们昨天刚刚听过 我们的这个冯医生 这个我比较喜欢的 这个医学专家 谈到我们产品的配方 谈到凯利公司的慷慨 其实如果你稍微深入地了解 了解我们的配方 了解就是产品的作用 了解我们产品的科技的先进性 你对我们这个企业 就非常有信心 你看我们说到的 人无我有 星期片只谈情 我们说到的人有我忧 现在市场上非常时尚 NMN 但是我们已经先一代 我们是SOD加NMN 市场上有很多的益生菌 我们是SOD益生菌 也就是说 在产品方面 我们凯利公司 可谓做事 目秀于灵 这个叫什么 我这个用词不恰当 可能会招来很多人的这种羡慕 我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都知道 产品是平台的生命线 产品还是我们经销商 赚钱的工具 我请问 如果没有好的产品 消费者能留在下面 我们哪来个被动收入 如果还没有好的产品 你作为经营者 你怎么去推广 你推广是不是很辛苦 为什么我们看到市场上 有很多的 几十年的老牌的企业 他们在那个年代 确实不错 但是当下 跟凯利相比 因为已经不在一个气泡线上 所以没得回 不能否定 别的平台的产品 在历史上的贡献 但是现实很残酷 生物科技一日千里 发展速度太快 只有凯利背靠的 科技公司 这样 具有非常 好的研发能力 和生产加工能力的 这样的平台 我们才有机会 独领风骚 所以说 我自己也非常的有信心 我也有这个期待 我们凯利公司 可以领先市场 一百年 一百年以后 我就管不着了 因为我那个时候 已经不在了 第三个优势 就是制度优势 这也是我们很多凯利人 乐于谈到的一个话题 我经常跟一些同行的人 或者别的平台的领导人 在做交流的时候 在做讨论的时候 我总是那么的信心满满 说话总是那么的 坑枪有力 那原因是什么呢 不是靠声音大 是靠凯利公司的奖金制度 让我有底气 为什么 因为我跟任何平台 做对比的时候 我不会笼统地说 凯利的制度 是非常好的制度 我是把它拆开了 一条一条地做对比 我们都知道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如果你一条一条地去比 直丑银毛 上下高低 结果 就立马就出来 我们具体来说 波比率 凯利公司的波比率 达到73% 别的平台 最高最高 也就是60% 一般的平台 波比率不超过5% 大概都是40% 而别的平台 所谓的60% 其实是有很大的 所谓欺骗性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奖金制度 设计的不合理 或者说 它的奖金制度 获得的门槛 非常的高 条件非常的苛刻 所以说 公司虽然 准备拿出来这个钱 给不到经销商 但是经销商 都是拿不走的 比如说 某某平台 号称了 奖金波比率 60% 但是我们算不过一次 真正拿到 拿走的钱 那就是28% 那30%多的钱 已留在奖金池里 那留在奖金池里 就回到了公司 凯利公司 之所以能不能够适应人 那是因为 凯利的创始人的慷慨 而且凯利人 凯利的创始人 看到了这个行业的弱点 所以才有我们 不仅仅是高比例 而且是多品种的奖金 所以第二点就是 我们的奖金品种 高达八种 很多的奖金 是别的平台没有的 其实这些多出来的奖金 就是从 发布出去的 那些奖金里面 多设了几个品名 多设了几个屏幕 然后按照某种标准 发放出去 如果说 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奖金的品种 我们如果谈波比率 仅仅谈波比率 其实也是骗开的 为什么呢 波比率只是一个概念 真正要落到细处 还要看 你可以拿到奖金的门槛和条件 还有它就是这个 这个品种 有多少 那么今天呢 因为不是讲奖金制度 我就不细谈 总而言之 了解我们凯利奖金制度的人 一条一条的跟别人去对比它 你会知道 我们这个平台 奖金的品种 比别人多 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获得奖金的门槛 非常的低 非常的容易 所以说 正是因为 我们有好的奖金 所以就有了第三个优势 我们就有办法 因着这个好的奖金制 我们有条件 去吸引那些 优秀的 有行业的经验的人来加盟 也只有这些 有行业经验的人 加盟到我们的团队 我们的团队 才会可以产生快速的裂变 我们才能更快的走上成功 而有经验的人 他们来到凯利 或者在加盟凯利之前 他们其实只做两个对比 对比产品 对比奖金制度 网络行销的优势 怎么带团队 等等等会 一切别的问题 对他们来说 都不是问题 所以来说 好的制度 能够吸引到 优秀的人来加盟 那么第四个优势 就是先机优势 我们都知道 系统制服 平台经济 其实我们用大白话说 也不要讲那些 道路黯然的 那种 那种所谓的 赫高区挡的那种 说白了 它就是个金字塔的声音 也就是个金字塔的模式 虽然说这个奖金制度里面 后加入的人 是有条件 也有能力 可以超越 早加入的人 但是中规一点 越早加入 总是占有先机优势 我举两个例子来说 你比如说 你现在加盟了 可能一年后 两年后 因为你自己不够努力 因为你自己的运气也差一点 可能一年两年之后 也没有办法赚到太多的钱 可能只是赚点小钱 但是我告诉你 你的位置会非常的值钱 为什么呢 因为一分是共享的 你虽然你自己的团队不够大 没办法产生裂变 但是因为我们有共享的业绩 你处在一个金字塔的底端的位置 会有很多人 甚至会愿意花高价钱来买你 这也是为什么我之前在分享的时候 有时说 半开玩笑地说 我说你尽管加进 如果一年之后 你后悔 我把你的位置买头 我产品肯定全用了 为什么我有这种体系 因为我知道 时间的优势 是没有办法 广东人有句话叫喝头胆汤 你找加入 中国金字塔模式的身 肯定是很多的红利 第二个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奖金制度里面 有一个矩阵奖 如果你找加盟 团队在快速的裂变 快速的发展 分分钟就有可能 有很优秀的团队 有很优秀的 有潜质的领导人 调到你的后面 即便你自己没有那么优秀 你没有那么努力 你也有机会 享受时间的同意 享受一个相当不错的被动收入 甚至不是一个比较高的被动收入 我的团队就有好几个这样的人 没有办法 人家先知先觉 再加上运气好 所以说我在这里 我要特别的提醒 我们所有的伙伴们 这一次活动 我们也充分照顾到 那些需要升级 或者说需要把账户保持活跃的人 我们各位领导人 我们的各位推荐人 一定要多辛苦多费力 要学会利用这个活动 去激活这些不活跃的账户 让他们保留一个 跟随企业发展 将来可以做出同意的机会 待会儿还有个小窍门 我会提到 为什么要保持这样的活跃 所以说 应该有这次活动 而且这个活动的力量那么大 希望大家能工作工作 让我们早期相信我们的人 哪怕他是面子一单 都尽快地让他可以保持活跃 让他有机会 跟随着企业一起成长 那么第五个优势呢 就是我们有优秀的团队 我可以说 小成功可以靠自己 大团队 大成功 一定是靠团队 你看网络行销 跟我们传统业有一个很大的不处 传统行业 一般的来说 他没有办法 产生这个团队的裂变 所以说 发展到某个阶段 就有瓶颈 而网络行销 它都不一样 它是无限带延伸的 是不断向下裂变的 你看我们的拓展 是无限带的 所以来说 你要想成功 有没有好多团队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这个团队 有不优秀 大家 其实有目共睹 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那么短的时间 有那么多的一心转 二心转 三心转 四心转 冒出 平台好 平台主力是一方面 领导人也要优秀 也要努力 分享经济 就是求认 如果你领导人不优秀 别人怎么会跟随你 所以来说 优秀的团队 一定会有优秀的领导人 优秀的领导人 可以让你借力来谈单 也可以帮你带团队 大家听清楚了 不仅仅是帮你谈单 还都会帮你带团队 我在之前 在群里发过一篇文章 可能很多人 没有太怎么关切 我们讲这个谈单的效益 其实很多人 不太正视这个环节 很遗憾 我希望大家 通过聆听今天的分享 好好重视 每家庭的每一个单 为什么呢 我们有人帮 或没人帮 差很远 如果有优秀的领导人 帮你 盘进来一个 你影响不了的 一个比你还优秀的人 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你的团队 从此以后 就可以快速的裂变 你自己 你自己 也就走入了成功的快车道 那将来的效率 那就不是一般的 所以说 有没有优秀的领导人 能不能够搬动你 能不能够帮你 带进来 或者盘进来 那些有经验的人 那些比你还优秀的人 其实 你的穷与富 就在这一个谈判之间 不要看不起 谈判的效率 非常的重 请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 我们那些潜在的伙伴 那么我们优秀的团队 还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现在这条大鞭头 大家已经感受到了 由于是积分共享 业绩共享 那么优秀的人 他必然也会吸引到 优秀的领导人 吸引到优秀的人呢 这些优秀的人 又会带来很优秀的人 那这些人 由于他加募了时间比你晚 自然就会滑落在你的后面 这就是为什么 你自己加盟之后 短短的几天时间 还没有开始发力 还没有找到伙伴 但是我们的积分 已经数以万斤 为啥 那是因为 有一支优秀的团队 为你打造我们共同的业绩 所以说 优秀的团队 不仅仅是帮你谈单 才有业绩 第三个 优秀的团队 让你有意可套 我们都知道 为什么很多人 走着走着就不见了 为什么我们很多伙伴 这个努力一段时间 就双生意继了 为什么 其实 除了自己的原因之外 其中某一个原因 就是没有优秀的领导人 没有优秀的团队 来陪伴你 让你所依靠 优秀的团队 让你能所依靠 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容易让我们这些 能力比较弱 一直不够坚定的人 可以坚持地走下去 我们谈过很多次 网络行销 平台经济 坚持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只有坚持 才能看到结果 优秀的团队 就能帮扶你 就能陪伴你 就能带着你 无论你经过多少的风雨 多少的困难 都会带着你一起走向他 那个胜利的比赛 所以优秀的团队 是有非常多的好处 那么 总而言之 凯利 我自己 内心的感触 就是 这是我们一生中 很难有的机遇 你想 我们能放弃前平台 相当不错的被动收入 从零开始 加龙凯利 其实是一种挑战 对我来说 在我的内心 更加认定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密 因为它有这个五大的优势 所以 这五大优势 就成为我们 经营网络行销 一个成功的外在的因素 由于我们有这五大优势 所以来说 我们只要自己 努力加坚持 成功 那是必然的 那么最后呢 我想说那么几句话 作为一个过来人 我想谈 三个观点 或者说 三个提示 第一 请一定相信 要相信 选择凯利 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凯利平台的 五大优势 为你创造 或者全部外在的条件 健康自由 财富自由 时间自由 绝对不是什么奢望 我们可能有人呢 会挑战我的这句话 也会可能会反应我 万一我不成功呢 我请问他 万一不成功 又如何 因 你有投资上面的 重大损失吗 而且 这么好的讲究之力 因为有举证 无论如何 你都会小有收获 不可能什么收获都没有 你只要坚持 你就一定会有收益 冲击量就是 你没有办法达到我的高度 或者你的收入 跟我相比 或者有那么一差距 不过你应该有小有成功的 比如说每个月 可以达到两万三万 五万公里金 那也是不错的 我们再推到底来说 就算你没有赚到什么太多的钱 你也收获了一个健康 我们都知道 假如你有一个一 一后面有很多个零 如果这个一都倒了 那后面的零还有用吗 所以我们来说 你怎么算 你都是划算的 你都是不会吃亏的 所以我也想对那些个 还没有成功 而且 渴望成功 或者渴望有财富收入来说 不要再犹豫 也不要再说三道四 也不要再挑尽解词 赶紧加盟 除非你是一个很有钱 或者你有非常好的事业 那我就不 我就不说什么 如果你 这也没有 那也没有 还在那里挑三拣四的 还在那里 这个怀疑 我想跟你说 我也没话跟你说 这里面 其实我还在谈 想提一下 就前面我提示过的 系统政府的奥妙在哪里 因为我要谈到的第二个话题就是 我们一定要坚持 因为这是系统政府 我提一提系统政府的奥妙 系统政府的内容很丰盛 我们另外找个时间来进行分享 我今天想谈的是 系统政府的一些小的奥妙 第一个 一定要坚持 回到放弃 一定要让自己在路上 为什么呢 因为平台好 总会吸引到人进行 找机会的人 非常的多 找好多产品的人 到处都是 如果你不坚持 你就没有碰上 没有办法碰到那些未来 有可能加盟你团队的人 你就碰不到那些 未来可能加盟你团队的优秀的人 你优秀没有那么重要 吸引的是平台的优秀 是优秀的平台 吸引到优秀的人 所以你坚持 你就会等来这个机会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提示是什么 你坚持的好处 是 你终究会等来 你那个对的人 你终究会等来 那个可以为你带来千军万分 因为我在之前的平台 我的优秀的领导人 出现在哪个里面 出现在第三个 出现在第六个 第七个 第八个 我请问 隔了那么多带 你怎么能想象到这 你能预测到 你能想象到 就是你的第一带 带大部分 就是第二 你现在能想象到 你的第三个领导人 都在哪里 你是想不出来 只有你坚持 这些人才会出事 所以说 我们自己只做一项工作 就是不断地伸挖 不断地分享 你自己在路上 这种对的人 就会在你的坚持中 他迟早会出现 我们让谈到这个坚持 很多人会因为这个困难 或者分享的时候 算小账 用吃快餐的方式 计较 投入产度 不称比例 而且会遇到困难的时候 会有这样这样子的抱怨 说这个事业 怎么怎么的难 怎么怎么的不容易 那我就好 就要反问你一下 你能不能告诉我 每一个事业 每一个可以让你财富自由 健康自由 时间自由的事业 不要努力 不要付出 不要坚持 就能实现的 告诉我 我告诉你 一个都能 你想要有大的成就 你要付出相当的努力 而且还要有点运气 我们才有机会怎么样 获得成功 而且这条路上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 这条路是走得通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仿若行销 已经不是个新鲜事物 风行 已经有超过十年 别的平台 创造了无数百万美金收入的 所以说 无数的先进 实践过 证明过 你只要坚持 就能看到结果 你只要坚持 就可能会收获到 我们所期待的 之外的结果 我自己顺便提一下 你们有看过核赚 一个月有八万多的收入吗 你又没有听说过 我们不认识钻石之后 半个月的一个奖金 拓载者 就差不多三个月 你相信我的一项奖金 这一小九 就可以有十好几万 如果你还不信 那我就无疑了 只能说明 你运气不弄 反正我的运气是不错的 这个 最后我想谈一点就是说 刚刚开始的新的促销活动 双十一的活动 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 要好好利用这个活动 招募新闻 启动救援 因为这是活动的力道 非常的给力了 有的人说 几乎接近于疯狂 或者说他在怀疑 公司是不是成本太低了 因为它的力量太大 很多人 对此 就是好太多了之后 大家反而都不太相信 有各种各样的疑惑 我告诉你 其实你不用想这么多 真正的答案在什么地方 是在公司 有这个实力 你想 我们公司的产品 是自言自惨的 我们不需要付专利账 我们也不需要付加工账 我们仅有的 就是一个原材料的成本 所以只有这样的企业 也只有凯利公司 这样子的平衡 才有这样子的能力 这样子的条件 把这么好的 性价值这么高的产品 这么大的一个推销的力道 推向市场 让我们消费者 破例 破益 让我们经销商人 更容易做推 所以来说 洪医生昨天谈到 这种配方的康图 其实也就验证了 我今天的说法 所以说我希望大家 好好把握这次活动 好好把握这次机会 把我们的团队 做大做强 让我们自己 让跟随我们的人 可以早日实现 我经常所 感知念知的 三大自由 健康自由 财富自由 时间自由 好了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